别人家的植物现在都长满了叶子 最大的像我那棵已经长了十多片叶子 如果您家的植物还没有开始生长 今天这个配方真的是专为新手而设计的 您会发现喷一喷之后您家的植物就会爆满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奥花匠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 他家的植物春天来了 它不生长 睡着了怎么办 事实上我们在家养花 我觉得不要着急 虽然它现在不长 但是只要温度来了 水分来了 那么您家的植物自然会亏复生长 当然有朋友心比较急 毕竟邻居家的植物已经长满了叶子 甚至还有一些已经开始挂果了 心急怎么办 我今天教大家这个方法 就是非常省钱 非常便宜的 专为新手而设计的配方 这个配方就能让您家的植物迅速的亏复生长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小吴 这吴花果现在连果子都长那么大了 虽然才刚刚开春 这果子也是近段时间才长出来 而且不止这么几个 还有更多 番石榴 今年经过了比较严格的管理之后 现在已经恢复到非常旺盛一个生长 有没有发现番石榴 都是两颗两颗侧芽开始生长 都是每条枝条上面都是两颗侧芽 您看我这件的整盆都是长满了侧芽 用的仅仅是一个五加仑的花盆 加把果就不用说了 这个加果好像就没有休息过 除了在冬天冷了那几天 休息过之后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疯狂的生长 当然了 这颗加把果是在去年 被我一个重点的修剪了一次之后 重新生长了 您看到了那些绿色的叶子 都是去年留下来的 而且其实红色的叶子都是近段时间长出来 您看状态非常好 我估计最快今年 最慢的明年 我就可以实现加把果自由了 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的方法是超级的简单 用的都是您家里不要的 比如这个 这个是啥 过期的啤酒 有没有发现这瓶啤酒颜色都不对了 平时我们买的啤酒都是淡淡的 比较清澈的颜色 这一瓶我打开盖子之后就把它丢在了角落 你看现在整个颜色变成了这种黄色 而这种啤酒过期的啤酒就可以拿去养花 您会发现有了它之后 您家的植物无论是根系还是叶芽 甚至花芽果芽都可以疯狂的生长 当然了为了提升它的效果 我给它找了两个合作的伙伴 一个是这个 瓶酸二清甲 这个一直以来我都说了 生长的时候最好用一点 它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植物 开花结果 最重要是瓶肥跟甲肥是植物生长的必要元素 有了它之后植物都会长得很旺 另外一个就是洗衣粉 洗衣粉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要是增加它的辅佐力 首先肯定要准备一些清水 清水里面倒入啤酒 一般情况像这么大箱 我这里是30升的清水 这样子我基本上可以放大概 它的分量的大概30-40倍水左右 也就是说我甚至可以放一斤的啤酒进去 30升是30公斤 30公斤可以放一斤的啤酒 所以多一点都没有问题 当然您家如果有很多这种过期的啤酒 您可以适当的经常喷 您会发现您的植物绝对比邻居的好很多 剩下这一点留着过几天再弄 接下来是瓶酸二清甲 这个瓶酸二清甲我用了一整年 效果真的很好 一般情况您说二清甲是两千分之一 而我这一箱一样的 大概也就几克左右的量 刚开始都不要太多 毕竟现在我不想它开花 最后是一点点洗衣粉 洗衣粉就更少了 大概一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均匀的喷到您家的花喷里面去 包括树干或者是土壤里面都可以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适当的往里面加点料醋 这样子您的植物会长得更加的旺盛 量也不需要太多 跟我们的瓶酸二清甲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原则 任何的施肥都是薄肥勤施 啥意思 就是多喷几次量少一点 比如今天喷我们是别人比例的 大概三分之一 但是我隔几天我再喷一次 隔几天再喷一次 这样子 补充效果会更加的好 由于我家里的苗子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是亏负生长 所以我喷的更多是一些加强它的生长的作用 比如这些无花果 现在就长得挺旺盛 我就可以喷一下 可以提升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正好地生长 像我的这一颗 番石榴也是可以喷一下的 它对苗期的植物不影响 甚至连成年期的植物都不影响 包括隔壁那两颗火龙果 这样喷一喷有利于它快速的恢复以及生长 曾经有朋友连续好几天的问我 家里的植物不发芽怎么办 尤其是一些北方的环境 老实跟大家说 那里的环境现在温度还不合适 而水分也不合适 所以不要太着急 虽然有些人家里的果子已经挂满果 甚至开满花也是正常的 但是总有一些正常 那些是例外 而我们普遍的家庭都是植物刚刚开始复苏 或者还没有复苏 所以不要太着急 慢慢等 实在不行 把一些过期的啤酒翻出来喷一喷 您会发现有惊喜 无论什么植物都可以喷 当然浓度上一定要适应的控制好 这样子您会发现 养花真的很轻松 过期的啤酒喷一喷 您会发现好处超级多 是啊 不信您可以试试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是佛山奥夸将 感谢大家 拜拜